在这个歌如潮汐的年代 使人灵魂悸动的歌声 仍是那飘荡在那片广袤草地上的幽远旋律 那屹立在苍茫天地之间奋祖吟唱 江阳琢磨 一缕刻色的绅士背景 温暖宽厚的歌声 宽装从容的台风 军宁天下的气度 注定它将是21世纪歌坛的一颗巨型 从普通的藏族姑娘到天下最美女中英 独特的藏文化 滋养着江阳琢磨 它的成功 不仅是在藏族同胞中备受欢迎 也受到其他民族观众的喜爱 成名经历 江阳琢磨讲述自己成名度 江阳琢磨因为家境贫寒 读到初三就辍绝了 追绝之后 在县城的一家酒店打工 从洗碗工作起 一路做到服务员 在酒店打工期间 由于艺术团人手不够的缘精 江阳琢磨常常被凑人数 站到舞台上唱歌 在一次酒店的宴会中 江阳琢磨独特的嗓音 被领导发现 领导将他介绍 给建艺术团 进入艺术团之后 江阳琢磨始终努力学习 跑入了甘孜藏族自治州歌舞团 江阳琢磨从小帮助父母干农伙 这造就了他勤劳不怕吃虎的好品质 在文工团的他 努力学习 知心请教 让自己的歌唱技巧 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而后 为了拥有更广阔的舞台 江阳琢磨来到北京 开始在北京发展 虽然这个城市对他来说有些陌生 但勇敢且不怕食苦 让他相信会克服种种坎坷 实现自己的梦想 家庭生活 江阳琢磨爆料和老公恋爱 去世2014年8月11日 江阳琢磨 与丁真曲扎 在礼堂下巴镇举行婚礼 婚后不久 可爱的儿子就降生了 身高1米8的 丁真曲扎 非常的魁梧 和1.76米的江阳琢磨 看上去也十分相配 说起江阳琢磨的老公 很少人知道干什么的 丁真曲扎 中央电视台纪录片摄影师 生与礼堂下巴 增生与海社故宫 敦煌 明寺高僧 万台等大型纪录片 江阳琢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uck 生与谈 百分楼 一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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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